韩信戎马一生战绩无数最著名的三次战役 一次拜大将军之后 首战术立军威 一次以少胜多名扬天下 一次了结项羽奠定大汉基础 因为他这三场战役 一场比一场经典 堪称教科书级别至今无人能及 我们首先来看一下韩信指挥的第一场战役 秦朝灭亡后项羽分封十九路诸侯 其中刘邦被封为汉王占据巴蜀和汉中 项羽这样安排意图非常明显 就是要把刘邦禁锢在巴蜀的大山中 让他永远也出不来 为了防止刘邦出来搞事情 项羽特意在秦国的关中地区 安排了三个诸侯王 用来监视和压制刘邦 这让刘邦非常的苦闷 此时韩信悄悄地脱离了项羽的队伍 投奔了刘邦 但是他是以普通员工的身份 跳槽到刘邦集团的 过来以后只当了一个联偶 相当于一个基层小主管 机缘巧合之下 他认识了汉王国的丞相萧和 一番交谈之后 萧和认定韩信就是他一直苦苦寻找的大将军 他答应韩信一定会在刘邦面前推荐他 得到萧和的保证后 韩信非常高兴一直在等待萧和的消息 可是都一个多月了 过去了他依然是一个小莲傲 没有任何升职加薪的迹象 韩信很失望决定离开刘邦集团 临走之前他给萧和留了一封信 萧和看到这封信后 也顾不上给刘邦请假 骑上马就去追韩信 一直追到了汉中西北的马道河 韩信没有被提拔这件事 其实也不能怪萧和 他多次在刘邦面前推荐 但是韩信仅仅是从处军 投靠过来的一个基层军官 在刘邦眼里根本不值一提 他也没有当回事 追回韩信之后 萧和再次找到刘邦 单刀直入地问 你是想争霸天下 还是想憋屈在这里当个汉王 刘邦说 这还用问老子当然想争霸天下了 萧和说 好 如果你要争夺天下 就必须要启用韩信为大将军 刘邦说 萧和 你今天出门没吃药吧 韩信是个什么鬼 我凭什么要用他当大将军 萧和这才坐下来 冷静地给刘邦做了一番分析 听完之后 刘邦当即决定 代韩信为汉军大将军 韩信败将后 面临的第一件事 就是帮助刘邦反攻三秦 夺回关中地区 为此 韩信定下了明修战道 暗渡陈仓的计划 在这讲个计划之前 我们首先需要讲一下 汉中和关中的地理地形 关中是秦国的基本盘 位于现在的陕西西安 及其周边地区 因为东南西北 各有一个重要的关口 因此称为关中 汉中位于关中的南部 中间隔着八百里秦岭山脉 从汉中到关中 只有五条路可走 分别是紫武道 当落到包邪道 陈仓道和骑山道 刘邦被封为汉王 带着三万人马 进入汉中的时候 走的就是紫武道 刘邦采纳张良的建议 经过紫武道后 烧毁了中间的战道 以此给项羽传达一个信息 我刘邦就在汉中 踏踏实实当汉王了 这种小把戏 项羽当然是不会轻易相信 他把关中分成三块 分别封张汉为雍王 司马兴为赛王 董毅为敌王 他们就是项羽 给刘邦构筑的第一道防线 针对这种局势 韩信做出如下安排 第一派曹三带领一部分人马 沿着汉水逆流而上 走其身道攻打陆西 第二派凡快带人 去紫武道修复战道 派骑兵大将冠英 带人出紫武道囤积重兵 两路人马同时出动 一定有针 有甲有主攻 有阳攻 张汉经过一番缜密的分析 认为紫武道的汉军才是主攻 因此他赶紧通知赛王司马兴 加强防守 并亲自带兵过去增援 其实这两路大军 都是烟雾 但韩信早就预判了张汉的预判 在张汉带着主力 增援紫武道的时候 韩信和刘邦 已经带人从陈仓道 攻打了出去 就在张汉紧急回援的时候 则武道上的观音 骑山道上的曹三 同时发起进攻 一举攻占了关中 千百年来从汉中反攻关中 只有韩信一个人做到了 四百年后的诸葛亮 那一道吐血也没有成功 下面我们来看一下 韩信指挥的第二场战役 鹏城大战刘邦被项羽打得满地找牙 一路小跑跑到了行阳 此时韩信刚刚打扫完关中战场 赶来增援 他提出了开辟北方战场的计划 在韩信的带领下 先后攻灭了魏国 代国 然后大军囤积在井行 准备翻越太行山 去攻打赵国 赵王派陈瑜带二十万人 在井行以东驻扎 一一代劳就等着韩信出来 因为井行这个地方 非常的特殊 它是太行山中的一条小道 最窄的地方 只能走过一辆冰车 但是这个地方 也是从山西到河北 最常走的一条道路 韩信明白 一旦他带大军出去 肯定是被赵国迎头痛击 他们推都不好推 针对这个局势 韩信做了如下安排 第一派一支两千人的骑兵部队 秘密出井行后 埋伏在大山中 他们的任务是 等到赵国大军清朝出洞后 攻占他们的大本营 然后追着赵军的屁股打 第二 他命令汉军渡过棉水 摆开阵型 形成了被水作战的态势 这个在兵法上来讲 是一个大忌 对面的陈瑜看见后 哈哈大笑 韩信的水平也不过如此 竟然犯下这种低级错误 传我命令全军出击 韩信要的就是这个效果 赵军出洞后 韩信故意且战且退 慢慢的退到了免水的东岸 因为是被水一战 汉军士兵小宇宙爆发 个个是战斗力爆表 就在此时 提前埋伏的两千汉军骑兵 突然发动进攻攻占了赵军大本营 在城头插上了汉军的旗帜 赵军都以为是赵国沦陷 军心动摇 战斗力迅速下降 看到骑兵得手后 赵军此战韩信其正并用 被水列阵 罚至意志 灵活用兵出其至胜 速战速决最终以少胜多 不显了中国古代战争史上光辉的偏障 是我国古代灵活用兵 以少胜多的典型战力 看到这里我们就会发现 韩信的这两场战役 都是击中计套中套 暗渡陈仓那一战 韩信派出的是两路一兵 诱导张韩做出错误判断 被水一战中 如果没有那两千骑兵 汉军就是拼出吃奶的进而 也不一定能打赢 最后我们再来看一下 韩信指挥的第三场战役 自从蓬城大战失败后 刘邦就明白 论军是指挥能力 自己还是不如韩信 因此在做好一切准备工作后 他再次把联军的指挥大权 交给了韩信 这次韩信能指挥的兵力 在60万人 这种富裕仗 韩信八辈子也没有打过 不过韩信可不是李云龙 他没有大大咧咧地说 没有阳功 全他娘的是主公 而是做了周密的梯次布阵 摆在最前面的是 韩信带领的30万人 奔城所中有三军三军之后 是刘邦带领的10万人 在刘邦的两翼 各摆下10万人马 韩信主动发起进攻 储君肖将钟离妹带兵迎战 混战中韩信军队溃败 他们主动开始后撤 看到韩信败走项羽 决定成胜追击 没想到左右两翼 突然杀出20万人马 大杀四方 储君损失8万人 项羽带着两万人马 向乌江方向逃去 韩信又用四面楚歌 瓦解敌人的斗志 储君在夜间听到四面 接楚歌以为汉已尽的处地 士气崩溃 项羽率800人 成夜向南突围 汉军发掘后 派官应率5000骑兵追击 项羽败退至乌江 被迫自闻 该下之战 是除汉相争中决定性的战役 它既是除汉相争的终结点 又是汉王朝繁荣强盛的起点 更是中国历史上 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转折点 它结束了秦末混战的局面 统一了中国奠定了汉王朝400年基业 韩信这个人 好像就是天生的元帅 他一辈子没有别的爱好 就是研究兵法 他不喝酒 不抽烟 不玩女人 也没有什么朋友 甚至史书上 也没有记载他的老婆孩子 他就像一个独行侠一样 孤独地来 又孤独地走 有意思的是 韩信最瞧不起的名将 就是白起 在史记中 有一段经典对白 大概意思是这样 小河问他 你说古代那些名将 伴在何处 蠢在何方 韩信说 白起算什么名将 杀敌一千 自损八百 秦国家底都被他败光了 还妄称战神 可见韩信对白起的轻视 根本看不上眼 那么为何如此呢 其实原因很简单 韩信打仗 以谋略取胜 推崇的是 以少胜多之战 他就十分佩服 项羽几万人可以灭秦 因此瞧不上白起 以长平之战为例 分为两点来说 其一是长平大战中 赵军在极其不利 又没有粮草的情况下 战死二十五万 但是却斩杀了 二十多万秦军 这样对于秦军来说 杀敌一千 自损还不止八百 因此这不是名将所为 其二是兵法有云 为必有缺 白起六十万人 围困四十五万赵军 最明智 最有效的做法是 留一个缺口 等到赵军撤退逃跑 然后对主力进行埋伏 一举破之 这样伤亡最少 拖的时间最短 而白起大部分的人 都是赵军突围石被杀 而且拖的时间太长 以至于赵国被拖垮 最后秦国也好不到哪里去 与其说秦军胜利 不如说是两败俱伤 再来看看韩信围困项羽之战 就留了缺口 然后打埋伏 最后储军大多是投降讨好的 汉军付出很少的代价 就大败储军 这才是名将 孙则兵法曰 事故百战百胜 非善知善者也 不战而屈人之兵 善知善者也 大致上讲 韩信手下的兵 不是用来与敌人打硬仗的 而是协助他虚张声势 或是击溃敌军心理的 韩信带兵后排的兵 还没见到敌人 敌人就已经逃了 敌方的兵在伤亡笔上 还没吃到亏 就已经溃败了 这就是韩信 用兵出神入化的体现 韩信不战而屈人之兵 他真正领悟到了 兵法的秘养